消失的第十席堪称原神的大型连续剧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自打不然于人众执行官第四席的位置确定之后 大家对于第十席的讨论又多了起来 那么于人众执行官第十席到底是谁呢 其实公子和散兵早就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咱们接着往下抄 有人说那个传说中的最强人类队长是第十席 有人说樊主是第十席 或者第十席是留给旅行者的 甚至有人说公子可能就是第十席 很显然以上这些说法都不靠谱 首先在公子和散兵的语音中 对队长的实力都是有绝对认可的 再来就是之前米卡居行中我们得知 队长大概率应该是被派遣去火之国掏火神的神之心了 至于火神的战斗力 看了燃燕马脑当之无愧的好战分子 在七神中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如果队长是第十席 恐怕还没能见到神之心 自己就蒸发掉了 你再想想我们的爷 两元素打公子 三元素打女士 四元素打散兵 等到那他 爷都六元素了 队长恐怕直接吓在尿裤子里了 而且剧行李米卡也说了 大团长法尔加都不想贸然跟队长开战 这以后法尔加大概率也是要进持的 连个第十席都打不过 这人设还没等进持 这不就爆禁闭了吗 所以说队长第十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说反主的那就更不可能了 人家堂堂的深渊老大不做 非要来你兵之国做个小喽喽 老大还曾经是卡维亚的宫廷法师 怎么可能 说旅行者的咱也好好想想 拥有四元素都能打尾神散兵了 到制动手握七元素 直斜就能登上神之座了 还在这给女余人众打工当个第十席 就离谱 说公子是第十席的 我就不得不怀疑 你是不是连一只公子都没有了 公子是有点头脑简单 但也不至于不会数数吧 虽然登场的时候是墨席 但是人家语音里清楚的写着 自己是第十一席 现在回到之前说的 其实余人众执行官的排序 散兵和公子早都给你了 直接看散兵吧 排名不如他的都被他喷了个遍 排名比他强的 他基本也都夸了个遍 非常合理 你问我女士为啥在最后边 那女士他都挂了排名陈底了 散兵根本不感兴趣 也很正常嘛 按照这个排名顺序来看的话 基本上和我们所认知的没啥大区别 队长排第一 其余的排名都没有啥出入 唯独还是空缺了第十席 不过我们在冬夜渔系PV的简介中可知 全部的余人众执行官都在场 算上死掉的女士和叛逃的散兵也刚好是一个人 那么问题可能就出现在统阔官丑爵身上 你还有的文字游戏 丑爵是最初的余人众执行官 也是领袖 没有他就没有余人众 虽然没有刻意说明 但丑爵也是执行官的一员 只不过称呼和职能不同 圣影物苍白之火的故事中 记载了部分执行官为何加入余人众 还交代了一些故事背景 可以说除了公子以外的余人众执行官 应该都是由丑爵亲自纳入的 也就是说最早的余人众执行官只有十位 只有公子是因为暴打小兵 表现出众被攻击看重 推荐给兵之女皇 这才加入了余人众 成为了最年轻的余人众执行官 第十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又或者十席是一个特殊的席位 丑爵占却着第十席的位置 毕竟在苍白之火中还记载着关于丑爵的过去 丑爵曾是生活在凯人亚皇宫的宫廷法师 最终却没能得到国王的赏识 国王选的重用黄金莱因多特 却导致整个坎人亚在一夜之间覆灭 丑爵自认为国王没有选择自己的原因 是因为自己的才学 无法与身为闲者的莱因多特比拟 他开始以愚者丑爵自居 这是他亲眼目睹了 故国灭亡之后对自身境遇的感叹 身为统阔官的丑爵 拥有决定执行官席位次取的权能 合情合理 他很有可能为了自嘲而故意选择 相对靠后的第十席作为自己的席位 来贯彻自己愚形的道义 除此之外 除非米哈游在未来的剧情中 让我们熟知的老朋友来上一波反转 成为愚人重执行官第十席 或者干脆空降个第十席 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丑爵自封第十席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这样不论是PV还是已知信息 都对得上且最合理 你怎么看呢 关注老李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